我們有信心可以打破對手的記錄沒有問題 大陸的成績是8.93秒 那目前亞洲記錄是8.62秒 然後世界記錄是7.9秒 那如果說我們這次打下了亞洲記錄 我們下一趟會直接打世界記錄 那如果今天風向比較大 如果沒有辦法打下亞洲記錄的話 兩個月後我們實際上會打下亞洲記錄 我不只是要讓中國人知道我們的車夠快 我也讓亞洲讓世界人知道 台灣的汽車工業是很強的 我們有信心可以打破對手的記錄沒有問題 那你不看今天的風向還有天氣 你覺得這個如何 目前應該是OK的 但是西鄉上我們有查過 大概接近10點的時候 開始會有大概5級風左右 所以我們盡可能爭取第一次的試跑 就要把成績跑出來 那大家朋友很關心說 目前亞洲的成績跟世界記錄的成績 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嗎 OK 我們對手成績是 大陸的成績是8.93秒 那目前亞洲記錄是8.62秒 然後世界記錄是7.9秒 那如果說我們這次打下了亞洲記錄 我們下一趟會直接打世界記錄 那如果今天風向比較大 如果沒有辦法打下亞洲記錄的話 兩個月後我們還是要打下亞洲記錄 我不只是要讓中國人知道我們的車夠快 我也讓亞洲讓世界人知道 台灣的汽車工業是很強的 那老大就是我們從一開始改裝 然後找場地 這中間花了很多時間也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也不是說 就拚到我們為止 那這樣的過程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哇 真的很辛苦 其實改一台車從沒有改到有 而且這個 我們是因為我們要讓對手沒有話說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汽車 是跟他們一模一樣的車 那事實上這台車子 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玩過這種奧迪的車子 那對我們來說確實很辛苦 那當然我們也尋求了很多外界的幫忙 然後到今天打造完成 我這樣說感謝他不難 難的是請到這條路 這條路是我認為最難的部分 對那當然感謝所有支持 幫助我的朋友 謝謝大家 那老大你看到今天在場 這麼多的觀眾來這邊 來想要來見證你這個紀錄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哦 當然很開心 我也沒想到說今天不是假日 我來這麼多人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每一個 也謝謝他們購我們的慈善商品 這次我們也做了很多慈善的意賣 然後這次也捐助了很多弱勢的團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廖大妹可以再分享一下 今天決勝的秘訣是什麼 畢竟這個場地可能之前都沒有試跑過 好 我曾經說過 車子要快並不只有馬力大而已 車是一個賽車工程 賽車工程學的部分有很多 包括它的底盤 包括變速箱的磁筆 包括引擎的部分 我們今天其實引擎 並沒有對手說的那麼大 對手的引擎 他說有1500匹 其實我們只有1100匹 但是我把握一定會贏 因為不是只有單單一個引擎就能快 其實它的賽車工程裡面有很多工程的學識在裡面 包含底盤 輪胎的胎壓 起跑的渦輪壓力 還有輪胎的品牌選擇 太多太多要選擇了 那你們老大可不可以為今天 再講一下你們今天最後一最後的心得 或是要幫自己喊話 或是幫團隊喊話 嗯 我想先感謝所有幫助我的朋友 還有來支持我的所有的粉絲 最後講說一句話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救人 remembered 我記得 對老大可不可以有 我們這次稍為